我家公司主要是賣電腦零件和幫人砌機 特別一點就是我們都會有做自早水冷 就是一些定制的水冷 還有有拍過Youtube影片 行內就沒什麼人拍Youtube 如果不認識電腦的客人可以WhatsApp 或者上來我們公司店問到底電腦零件怎麼配 如果有些特別要求 例如它是用來剪片或者執照 或者室內設計3D繪圖 我們可以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去特意為它訂製一些適合它的零件 其實砌機很簡單 就是將你想要的東西 或者可以完全按你自己的需求的硬件 放入你自己想砌的電腦裡面 當然要看你自己的預算 買廠機也有廠機是好的 如果你完全不認識的話 當然可以壞了我叫我的支援 很快很簡單 但是通常一些開始懂得玩電腦的人 就會覺得廠機可能有點貴 也都可能未必能復活到我自己的要求 那我就可以玩齊機 齊機就是譬如我RAM想買多些東西 就自己加下去 那這些全部都很彈性 只需要你有錢 多一點就可以做到更加多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用液態氮進行超頻 超頻是什麼呢 簡單點想就是透過一些設定 去做快點你的電腦 提高它的性能 那跟一般電器一樣 那你電腦其實有幾個發熱源 所以我們都要有一些散熱的方式去幫它降溫 從而令它的效能不會跌 那或者可以令它提升到性能的空間 有外於一般的風冷或者水冷 已經不足以滿足到現在的高階硬件 去有一個更快的效能 那所以我們要用這些LN2 即液態氮去幫它降溫 令到它的溫度上不會成為一個阻礙 現在的硬件和Software的性能走出來 你未去到一個我不超頻不行的地步 即是以前為什麼那些人不會超頻呢 就是我現在可能差一點 現在只有20多fps 但是我超完可能滿足到30fps 那起碼大約順 那所以就有很多人都會嘗試 透過超頻去獲取一些免費的性能回來 那當然電費另計 那但是現在基本上 這部新機來說大部份都行到1080-60fps 那變成要特意去找一些效能提升 去做這些東西的機會就越來越少 那所以就變成沒有那麼多人不玩超頻 今天來到深水埗的黃金和高德 就是為了做回我IT記者要做的事情 就是行場 幫助讀者找一些新的產品 那我們走吧 Let's go 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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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有個新的產品 但我忘記的是什麼 死亡 很厲害 你要幫我問價錢 799 799 799 電腦場裏面 其實很多店舖都好像剛才那間店舖一樣 就是轉型 你看看 那些店舖全部都是做一些科技 不是DIY類的產品 其實一講到砌機行業 很多人第一件事都是想起黃金 就是深水埗黃金的電腦商場 因為一去到港澳砌機 大部分人都說 好呀 下深水埗 所以很多人都標籤了 這個砌機行業都是圍繞著深水埗 當然香港還有其他路場 可能是灣仔 或者是旺角 大概8、4、8、5年左右 那時候我還小 但是因為我 我就看著整個高燈黃金怎麼發跡 以前高燈黃金很有趣的 他賣內衣褲 賣筆等等 我小時候有走過的 很暗的 之後就到8、3、8、4、8、5年左右 他們就開始轉型了 很多人就在日本 台灣 運一些IC 回來去做 CPU都是這樣回來的 有些還要改善自己 很厲害的人 每人電腦開始普及 當年砌機 原來都是去深水埗的 譬如如果我現在想用最低的價錢 我要在家裡開始玩電腦 我可以由怎樣開始呢 他們就在那邊慢慢慢慢 由四、五間 比較大小小的 慢慢慢慢 就越來越多 就做到整個場地都是賣電腦的東西 其實那時候做維修等等 很好賺 例如你快版回來 你在台灣拿回來 那時候不知道是賣多少 還有品牌沒有那麼多 只有三、四個品牌 那些人沒有那麼認識 沒有現在的資訊那麼多 你會知道如何比例 你最重要是知道 用得到 用到W就算了 那快版新舊 或者是 那快版是最最最最最最用的 用到什麼 用什麼 是不知道的 現在就很清晰 那以前砍都厲害的 你一隻硬碟 真的可能你回來 說的是 二百多元 三百多元 其實它可能叫到九百元 都會買得出去 譬如黃金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群雄各具 就是由九零到二千年這段時間 剛剛吃著香港的起飛 然後電腦開始走出來 還有那時候很多的騙案 其實很多人當水一樣斬 我們經常俗稱聽到 黃金被騙了 其實都是這十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那些人那些暴力 賺到自己都上岸 可能一條RAM二十元 他們可以賣兩百元 那些朋友 但是現在你不會做到這些事情 那時候入行也不是太難的 最重要你知道 有些人只拖行 就去日本 就買IC 買RAM 就抬一箱回來 就賺到錢 以前是很容易的 現在就差很遠了 這些時間 還有以前的人就不會說 丟價等的 就是每個人 這邊賣九百元 那邊賣八九九 大家都行規很守得住 是很默契的 還有他們那些 好像RAM 外面說吹沒什麼貨 起價 今天起 他旁邊都會跟著起 很快的 因為消息都是那一處 以前沒有旺電 沒有彎電 只有深水埗 大部份都是深水埗 所以很多其他地方 可能外邊 那些小的電腦店 幫人做維修 全部都在深水埗拆貨 做拆貨都已經夠了 以前好像做螢幕 做偏塔那些 一隻螢幕 一隻偏塔 是收拾八百幾 九百元 一千元都有 以前一隻 現在是說 三四十 五十 現在最多 以前是做少少 因為人買的人不多 做少少就已經賺夠 但現在就要做個量才賺得夠 如果買一些本身大牌子 或者本身已經是很出名的貨 那我們的作用 就只是幫他 經我們手出了一件貨 那我們不是負責 真的是銷售那些 所以那些利潤就很低 可能是三到五百分 但是有些貨 可能是相對上不太出名 那要我們去幫忙銷售的 可能是 叫做不是一線牌二線 但都很好品質那些 可能利潤就會去到十五百分 然後如果是一些比較差的東西 然後還要再二線牌子 那些可能會去到二十五百分 但是你賣這些貨 很容易做壞自己的後備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不做的 那拉回人的平均 大約是十百分 但是未扣租金 未扣人工 未扣運輸 什麼都未扣 純粹說貨的差價十百分 扣完之後 因為我們公司小 和比較講後備 所以相對上成本高 如果我的理解 外面大鋪那些 因為它的規模夠大 他們可以拿到大約五到十百分 的利潤 我們是拿到零到二 但是可以一路繼續做 那做得規模夠大的時候 慢慢升 都還有利潤空間 但其實很窄 那當然原因很多 一來上網有競爭 上網有競爭 不是說現在的網點 是說當時興起的淘寶網 跟著有些外國的網 Amazon Ebay 都有硬件賣 那我先撇除他們賣假貨 但是可能他們的價錢 為何會便宜香港呢 又或者是Price.com的影響 什麼意思呢 就是價錢越來越透明 我不是說想騙人 但是有些人開始 我擺個價錢上Price.com 大家鬥價 這一行的同質化競爭很嚴重 就是說 我問你 HP和Dell的Notebook的分別在哪裡 其實你自己都未必打得出 所以就是可能大家都是看 那顆CPU是多少 多少GIG RAM 每一部機和每一部機 不同牌子之間的差異很小 變相就是其實不同店鋪 和店鋪之間 它是不能夠做到一個區分 大家好像賣的東西都是一樣 所以變成只是看價錢 大約十幾年前 即是一零年之前 下去下面砌機 其實很多很多小店鋪 都是五花八門 每一間店鋪都在做砌機 每一個門口都動住了一些砌機的字 基本上走一個圈 你都可以一搭那些Catalog 你可以慢慢逐間逐間比對一下 這間就多少錢 怎樣砌這部機 其實一場裡面 都有些店鋪是有些砌機List 這些單仔 它是由些很便宜的幾千元的機 到一些萬幾元的機都有 但是正如我所說 其實懂得砌的人 都會直接跟那些銷售 說這個有沒有 那樣有沒有 它可能會砌一部機出來 大概給到一個銷售一個概念 然後它說有沒有貨 就在大家互相去聊一聊 變成這些List 我都覺得 開始 其實它有機會是會消失的 終於去到一些 真是DIY的店鋪 其實DIY的店鋪 在場裡面算少了很多 以往可能講到高登 黃金也有很多小的店鋪 但是始終時間太久了 因為很多小的店鋪都會是競爭 沒有那麼大競爭力 被一些大店鋪都打到慘了 現在只剩下所謂 比較出名的三四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 看看 很大量的顯示卡 底板會展示出來給大家看 就是去試一個電腦場 大家可能想期望的那些東西 本身的利潤就已經不高 然後有一些店鋪為了吸引更多客人 他們就把價錢減到很低很低 可能是賺10元就走的時間 那你怎樣去維持這個行業的生態呢 就是這個情況是有一些 像先達那邊的情況 尤其是沒有新iPhone出 沒有新的手機出 基本上你的行業頂不住 那電腦是未去到 沒有新的處理器或者沒有新的硬件出 而不死的意思 因為一直都有人會買 始終有人會壞 始終都會換的時間 但是你換那個需求 沒有當日沒有電腦會死那麼誇張 為什麼會玩到那個行業沒有錢賺呢 然後就玩到得回越來越少店鋪 只剩下那三個巨頭 然後香港的人選擇就越來越少 當然我覺得新興 現在網上砌機是一個挺好的方向 令到這件事 叫做延遲多一下不用死 開始令到那些人知道 砌機多了很多不同的選擇 然後尤其你的市場一多了競爭 其實某程度上會炒熱一些 網店大鋪 細鋪和屋邨鋪 我覺得細鋪和屋邨鋪都會慢慢 適味的了 因為細鋪其實它現在 為什麼還能生存到呢 就只是靠一些 完全不適合的客人 然後屋邨電腦鋪就是 純粹買個方便 但是網店這兩樣東西 都可以取代到它的時候 所以就會變成 只剩下大鋪有個規模 還有網店有個口碑 還有它不需要交租成本相對上比較低 只有這兩種會生存到的 Digital Home Network AV Media Day 這是什麼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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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不知道 什麼來的 什麼 什麼年代 可以裏面自己做PT 對 起碼它有Clay of Function 我20元很划 你不用理論上 不用特殊的 嗯 只剩下一隻 這裡 有2 喔 20分 這些真是 誠意推價 哈哈 陳寶記 螢幕怎樣 最近螢幕 經常 即是貨是齊的 都補到貨 是不是現在開始轉75Hz 對 其實新的PT 即之後 接下來不會再有10Hz 應該我猜 因為其實最主要 現在那些144Hz的螢幕 是比較普及一些 那你除了二的話 大概就是75Hz 所以我不知是否這個原因 這些廠要省成本 就是直接把其他便宜的螢幕 隨意又算 都受惠的 起碼這麼多年來 大家都是用60Hz的螢幕 突然間終於 一天好像去回以前 CRT螢幕的螢幕 是用75Hz OK的 這個 當年 08年是北京奧運 那樣的 那北京奧運那一時 就開始 捲起了這個高清的熱潮 那些電視機 又說什麼 由這個4x3 轉做16x9 接著又 又去到720p 又去到全高清那些東西 那樣 開始其實都影響著電腦這一邊 那你見我們的螢幕 由以前正正方方的4x3 都變成現在闊螢幕的16x9 然後同時 都會有這個高清電視的出現 用電腦來看電視 那其實挺有趣 為什麼好好的地 我家裡的電視 要特意買些東西來看電視 當然我認為也對的 有需求的 因為那時候 我們錄電視很搞笑 你見到以前那些人錄影 就用這麼大餅帶去錄影那些電視節目 那接著呢 他出到這些高清電視的產品之後 那你其實可能用一隻手指 或者一張TV卡 就已經可以看到那些電視 那其實是收回天線上去 那接著呢 他可以幫你錄那個節目 放回你的HardDisk 那其實是 開始令到那些人 看電視的慾望又回來了 然後多了人用這些方法 去錄他的電視節目 那但是 在做這個過程之中 你都會發現 咦不是啊 為什麼我看電視 會有少許疾的情況發生呢 咦這個就是個 需求出現了 就是看高清的影片 那個解碼 那個電腦又幫不了手 開始不及了 又去捉了一層人去換電腦 就是經常是有一些契機 使用習慣改變 然後呢 令到那些人有需求地換電腦 就是好像當年 北京奧運 高清 又引了一批人換電腦 剛才說打GTA 打Crisis 又影響了一幫人去換電腦 甚至乎近年少少 都發生過一些 恐慌性砌機的事件 就是當年 Diablo 3 一出呢 有很多的傳聞 哇這隻遊戲很厲害的 兩張Display Card 都應付不了它最高的畫質 然後呢 在它出之前呢 大部分的人呢 都砌機 砌機 砌機都不是便宜的 很厲害 砌到很多 然後呢 我那時候 因為我在正都做的 項目管理員 我們翻貨是無法 很多的貨 那些代理是沒有貨 沒有啊 這隻機箱我沒有啊 這隻貨物我沒有貨 或者隔壁的底板 完全無法回到的 所以去到那時候呢 去到月後期砌機 那些客人已經是 沒有了 這隻機箱行不行不行 都沒有辦法 已經是玩到這樣 砌機的玩家呢 都是打機為先 所以那些店鋪呢 為了針對這些用家呢 都是很多的裝修 是針對那些人 那譬如好像這邊啊 這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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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做一些 鍵盤啊 Mouse 耳機 都是Gaming的為主 那後面甚至一些螢幕 都是的 其實都主打了很多是Gaming向的螢幕 那以往不是的嘛 以前可能是這間 做電腦砌機的店鋪 就是可能都是主要是 放了一些硬件 還有電腦機箱啊 就是不會好一些 IY外的東西 現在就很多都是這樣 市場的轉變就是 由以前純粹很砌機的感覺啊 到現在是很針對打機的玩家為先啊 以前呢 即是那些Gaming東西 就沒有那麼花巧了 現在看到了 有些粉紅色啊 有些RGB 是有些浮誇的 但以前我們所謂的Gamer打機 它是說那個速度啊 即是用性為先 但現在呢 就有些少少是 懷疑不實的 十年前左右 我當時 即是我剛剛出來工作的時候 其實那些Gaming 也叫做開始推 但那時候呢 只有幾個品牌而已 可能就是Razer Logitech Microsoft 但現在呢 就已經 百花齊放了 你看到那些滑鼠 一個牌子的滑鼠 可能都說了十隻以上 變成是玩家可以選擇的滑鼠就很多了 所以變成 如果你要選一隻 真的適合自己的滑鼠 比以前是更加容易的 以前就不會放keyboard mouse 是的 只是會 keyboard mouse 那一刻都不會放 以前不會放的 因為那些我們叫做三寶 那些砌機送了 或者說砌機 我加50元 或者加一塊水 就送給你們 一開始大家都很 care電競這件事 多了很多 叫做電競gear的產品 其實都是一些更厲害的 keyboard mouse 那這一類的產品走出來 的確是令到這個市場 是有翻山過一下半下的 但是你看到 不是個個都好去追 這件事來玩 因為都很單一了 我覺得電競這個market 你不會說 阿叔 八五六十歲 都會跟你玩電競的設備 通常我們這些年輕人 就適合了 我們這些年輕人 就會去試一下 去投入這個電競的market 但是尤其你看到 今年年頭 剛剛英王說 不搞英王電競的時間 你都感覺到 咦 香港電競好像焦了 這樣電腦砌機這方面 還有沒有機會 靠電競這裡 吃到水落去繼續做下去 我是有些保留的 這件事是 我最深刻是有一次 我試過擺一個街站 甚至是講一隻電腦的槍遊戲 它本身是有出到一個手機版的 到去到那個活動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會說 我問他們 你懂不懂玩這遊戲 他們說我懂 我有玩過 但是當叫他們 用鍵盤和滑鼠玩的時候 他們是完全不會玩的 然後我就問回他們 你是不是玩手機版 那些人都會說 是呀我玩手機版 所以變了有少少尷尬 那些手機版的玩家 我是預期說 我們擺一個街站 是擺一些電腦的玩家為主 但結果是引了很多 是一些手機的玩家 問過他們 假設要你在電腦上玩 你會不會 都不會的 因為家裡都沒有地方 擺一部電腦 所以是有點悲觀的感覺 對於一些普通Casle的玩家 手機可以應付到一大堆的普通需要 同時他們是一些悠閒玩家 對他們來說 玩不玩到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 只不過是手機剛好讓他們玩到 所以他們不屬於一些真的玩家的類型 但相反就是這些Casle的玩家 現在佔了整個市場 我想應該七八成左右 金牌高登以前有很多電腦遊戲的遊戲 但時事細逆 因為賺不到錢的關係 有很多東西都倒閉了 當中二千分是其中一間 是頂得住的店鋪 為什麼呢? 你可以看到它裡面 它除了賣遊戲之外 現在是幫了很多Gaming Gear賣 所以它是一個 殺了一條新的血路出來 不是只賣遊戲 可以有其他東西補貼一下 為什麼要踏錯一下? 哎呀 嘩 好煞 真的 好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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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鋪已經擴展得很緊要 始終WiFi是手機必須品 當然很多地方為了拿客人 都會大規模放一些路線 電腦已經不是一個必須品 路線才是必須品 總之我的電話有上網有WiFi 不管了我看到YouTube 有影片看到 提供到基本的娛樂給不少人 所以電腦的需求漸漸下降 也看到市場飽和了 究竟是否有這麼大的需求去買電腦 我都覺得對以往差了很多 還有Case、風扇 以前永遠只有十隻左右 只有十隻款在這裏 不會多的 買來買去都是那些 因為你都沒得變的 都是頭這些 現在多到成屋長這麼多的款 如果你要數百多款 一定有 所以現在就是 為何之前說 他們多了覺得是要Lifestyle 我喜歡這個款 我就買那個款 你多選擇 他才會覺得哪些是適合我多些 以前就沒有 來來去都是十多款 RGB應該是 早四五年前開始就爆出來的 因為以往 DIY的機箱裡 裝的風扇通常都是單色 但是近年就是可以開始漸漸式 好像這些七彩顏色一樣動的 那些燈 變成會比以前漂亮 所以大家會覺得 嘩 現在那些電腦是可以這麼潮的 所以會多人選擇這些RGB的裝置 以往通常都是LED燈條 或者風扇會發光 但是現在就開始什麼鬼都會發光 VM也可以 可能水冷的配件也可以 所以變成那些人會 DIY組裝水冷機 就像這樣 就會一大套RGB的東西 一來它的散熱會比較好一點 因為你始終用水去做散熱門戒 同時就是它可以佔用更多面積來做散熱 再加上 如果好像這些玻璃箱 可以展示到裡面的RGB的效果 那些人就會很喜歡 變成那些人會很願意花錢去組裝機 可能一部機有一半的價錢 如果說的資料、工資 是為了組裝一部水冷機出來 都願意的 好像以前這樣 正正方方 現在可以像剛才那些DIY水冷機 90度兩個玻璃 甚至好像這隻 整架直升機都可以 現在的DIY是… 它的level好像比以前更加寬 以前就是一個正方形箱 現在就玩到很大 可以什麼都想到 為了打女生市場 其實現在的品牌都會出一些比較女性向的產品 例如這個粉紅色的箱 甚至旁邊有一個碧綠色 即是女生風格多一點的機箱 吸引女生的客戶 但起碼還是多女性 現在的娛樂沒有分男還是女 甚至有些女生可能打遊戲都很厲害 不要去到世界級 但起碼他們會有一個概念 如果要打遊戲會用什麼顯示卡 他們都會知道 所以是不是說 現在打遊戲都還是男生的東西 已經不是的了 譬如有一個叫Razor 品牌 早前出過一隻貓耳粉紅色的耳機 其實都頗受女生歡迎 同時之前跟一個Overwatch的遊戲合作的時候 出了一隻叫Diva的耳機 那隻耳機是抄了角色的一些細節 所以導致有很多女生的玩家 都很有興趣對耳機 曾經有一刻在Gear的部分 帶動到市場 讓他們沒有死得那麼快 但接著電腦開始 又要追回遊戲 然後你看到Dispay卡換得很快 然後又開始搞一些RGB的燈 很多不同的東西去刺激這個市場 不要死了不要死了不要死了 RGB是其中一款 近期說的水爛也是其中一個 但是水爛明明是十幾二十年前已經有的東西 就是很多東西都不是新的 尤其RGB燈這些更加不會是新的 人家租十幾年前已經是鴨寮街 一堆燈帶失手的電腦 其實一直都存在 但是去到這些東西 玩無可玩 又玻璃質板 然後RGB發光 然後又說要砌水爛 以前說可能那些人追求電腦越砌越小 現在那些人越砌越大 又說要砌水爛又砌成 唉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現在發展的方向究竟 大家的共識是怎樣 究竟那部電腦是用來做一個擺設 還是純粹是一個用來曬味的工具呢 有些人就喜歡LIFESTYLE 我放一部電腦 有時候我喜歡放在客廳裡 客廳裡我要漂亮 有些機器就真的有用木造 那些東西 配搭到他家會因此而買的 有些東西好像整個XBOX那樣的 他又會放進去買的 其他機器就全部是WIRELESS 那他就很喜歡LIFESTYLE 就說我要漂亮一點 會有的 會多了這些 因為現在你說追求SPEC 追不到那麼近 很多人都說我這部機器 還能用得到 那兩年後才換 那他變相了 就不會那麼追求SPEC 之餘 對 就追求外形外表 現在就 有些像會奢侈 有些人買四、五萬元 六、七萬元都有的 然後我砌水彈 砌得漂亮的 流動性好的 都會有的 他覺得我砌得來 喜歡特別一點 好像我們最近砌了整個Mario Kart 其實都很過癮 我覺得是一個欣賞品 他們會覺得 其實看來是 覺得放在家裡是開心的 會有一群人是這樣的 當是給自己欣賞 如果這個行業要一直做下去 或者整個行業要做下去做大 那要越來越多人會砌機 當是一個興趣 好像玩車一樣 是一個興趣 instead of 當它是一個純粹 一個工具 去幫他達成某一些他的目標 例如遊戲 例如工作 但是如果是一個文化 好像玩車 玩電腦 這樣才會令到 多一點錢 去流入這個行業 這樣才可以令到這個行業 可以持續發展 砌機是植原行業 這件事 由我入行的時候 已經沒人笑 你現在才來做砌機 你早十年出生就好了 你早十年的時候 那些人做砌機 做到上山岸 可能見人拿手機的情況 一定會多於 你說在家裡打遊戲的情況 大家拿著一部機 今晚打哪個遊戲 好啊 一手機一手機 然後大家就拿著手機去打 因為現在手機發展 遊戲一落就已經成熟 二來就是配套 通訊上都比以前好 所以隨便 可能我躺在床上 拿著手機 已經可以打開了 電腦作為一個工具 用途越來越低 是無可避免的 例如儲存的需求 你可以用Cloud 即是你不是砌機去解決問題 而是你可以直接給Google 很肯定十年內 十年後都一定會有人砌機 對 你以為再多於十年 就不一定肯定 因為你不知道 技術會去到哪裏 我的方向一定是悲觀的 其實你看到很多的平台 都出了一些叫做 雲端打機的服務 這件事 早幾年我看到一些新聞 原來美國很早已經有 那這是什麼的事情 就是有一間公司 做雲端打機服務 你家裡不需要一部很厲害的電腦 一部電腦有螢幕有滑鼠鍵 就可以了 那要做什麼呢 就是他那部電腦 就可以將他打機的畫面 Stream 到你的電腦 那你就用他那部電腦來打機 那當然你要付錢 以前可能那些人要存資料 他會買很多外置硬碟 現在可能他不會 他會直接放在Google Drive 以前那些人可能 我工作一定要有一部 夠厲害的電腦 錄得夠快 現在可能用Google Spreadsheet 那其實就已經跳過了 他要一部厲害的電腦 他只要一部電腦 一部 tablet 什麼都可以 那就已經夠了 那他就變成了 他要用到電腦的機會 其實越來越少 甚至乎可能一些簡單的 東西 用手機已經解決了 那所以電腦作為一個工具的 需求一定是越來越低的 況且電腦是一塊可以很大的東西 變成很多香港不夠空間的用戶 都不會再考慮電腦 反而Notebook都還會考慮一下 砌機就真的會甚少 很多現在行家是講Gaming 但我覺得Gaming 你會吸引到多些打機的人 但打機的人 怎樣令到他由 砌一部電腦打機入手 慢慢對電腦有興趣 會想砌一部漂亮的好的電腦 才是這個行業轉型的機會 我不覺得這個行業會完全沒有 但一定是越來越難做 但譬如還會不會像現在 有個黃金電腦商場 裡面還有幾間店鋪 讓你選擇 都沒有人可以回答 可能最後只有上網那幾間老店 還可以做到 譬如我剛才所說的 很多都是可以由一部電話 取決到 或者很多都是由網上的服務 可以取代到的時間 我自己還有沒有需要 放一部實體的電腦在那裡 只需要一些很快的網絡 我家裡有一隻路線 電話上網 就已經可以解決我們想要 或者想做的事情 除非一些很專業的玩家 不然接下來 都想不到為什麼還需要組裝機 老實說 電腦興起就是因為是DIY 如果不是有組裝機的出現 基本上電腦是很難的 即是你這樣買一套已經現成的機 是沒有可能做到現在的 做不到的 因為你沒有選擇 我只可以選擇A餐 B餐 C餐 設定了 不是我自己的主意 DIY的賣點就是靈活 自主 對 我喜歡怎樣就怎樣 我喜歡怎樣組裝都可以 我有錢就可以組裝 我有兩萬元 我組裝兩萬元機 五千元我就組裝五千元機 對 就是這樣 以前這裡 樓下地庫 黃金地庫 只有幾檔書檔 沒有店舖 我想應該都接近二十年前的事 二十幾年了 有 我入行都差不多二十年了 進來的時候買書 在那邊 你說什麼Accessory 那些什麼都沒有 賣電腦書 最經典就是 賣一下電腦書 就開始有些人 進來 翻簡 賣翻版 如果樓下的模式轉變 轉捲點 我想是以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 有間叫黃金科技 沒有聽過 我以前也在這裡做過 他們在那邊開下來 在上面開下來 開到地庫 之後 黃金地庫的賣物模式 開始轉變 又開始多人走 多店舖 在地庫這些位置 其實店舖的位置才夠大 才可以做到 例如你現在 看到可以 這麼多人走來走去 看東西 不用這麼迫 你高燈做不到 店舖小小 你進去迫兩下 走兩下都會撞到人 其實不舒服 感覺不舒服 就不會逗留很久 你聚到人才有生意 接著就到 Viducome 開下來 就是這個位置 對 那時候Viducome 是做批發零售的 行家插貨都會下來 變相 做一做一做 越來越多人 下來 下來逛街 買東西 對 以前這間店舖是很特別的 它是賣機器 賣網紋 最後都是賣Dismond 我想剛剛Dismond出便已經收拾 只有前面的盒鋪 不是分開兩間 這邊的門是牆 是經典的 一間間是鋪的 它是一個公路的 它是一間黃金兵團 叫Golden 他們進來開始就賣 賣的價錢便便便便便便便了 令到場上開始懂得劈價 以前便沒有劈價 於是便便於發跡 直到黃金獻團再轉手 有一間叫做HKGC GT 差不多的店鋪 他們開始自己做螢幕 他們老闆是中國人 有一次就在那邊 那條街尾 早上無緣無故在車尾收到槍械 之後就開始落下坡 好,他們最後要收拾 這是一些特別的事 好像曾經發生過的事 我們也挺過癮的 就是這樣,這就是最奇怪的事 還有高登的黃金 那些水和高登是爭執的 兩個商場是不同人去看的 上面的水渠做得不好 經常流一些髒水 影響到下底 應該之前你也知道 但是最大的問題 高登的水塔 冷氣機水塔 就在黃金上面 它弄傷甚麼都要經黃金批 所以它們… 你說細成水火也不是 但就騰騰過關騰騰 有時它又不讓你做甚麼 有時它又不讓你做甚麼 所以這些事都沒得好說 現在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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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最後就是 最後波叔買了這個樓上的 以前做高登生液 波叔的 做地產那個 他已經賣了 做完戲院之後 就做了波樓 波樓之後 就變成高登生液 高登生液一結束 就變成戲院 之前聽MCL說會開的 但現在到時都好像還未做好 就看看將來要怎樣 再變 這個行業的年輕人 是很喜歡電腦 你要跟那些年輕人競爭是很難的 你要跟老爺競爭也是很難的 因為老爺是有的就是錢和人物 你甚麼都沒有的 就不要入行 但如果你自己真的有些想法 不妨一試